第六十八章 传道 叶红鱼把桌上的那卷书合上 不让秋风来绕书中夹着的那把纸件 静静地看着坐在树下的宁缺说道 你若去演戏 也能挣钱 叶红鱼拿起书卷 起身走到树前看着他说道 在湖畔宅院里 你我交手这么多次 难道你以为我分不清楚 武道强者宁于体表的天地气息 和魔宗余孽们体内真气的区别 以为我真会相信 春天时你在书院崖洞里闭关 真的是在琢磨什么俯武双修 还是说你以为我是个白痴 道吃自然不是白痴 事情到了现在这一步 再装不懂没有任何的意义 宁却想着夫子曾经对自己说过 小师叔入魔以后 未曾让敌人的兵器沾惹自己的衣媚 不由自嘲想到 自己的境界果然还是差了太多 他抬起头来 看着叶红鱼说道 就算你猜到了一些什么 你也应该清楚 我什么都不会承认的 那么这种言语试探便没有任何意义 我只是想不明白 荒原之行后半段 你一直在我视线当中 你究竟什么时候捡到了魔宗的修行功法 他居高临下看着宁却 面无表情地继续说道 我想知道的是 你体内的魔宗真气究竟来自何处 连生大师 还是柯先生 我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 到了此时 何必再装 有些事情需要装 那便一定要装到最后 你现在虽然被逐出西陵神殿 但你自己也说过 要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浩天 那么你凭什么认为 我会愚蠢到当着你的面承认 然后被你记挂呢 叶红宇看着宁却 微微嘲讽说道 你在害怕 西陵神殿对魔宗余孽的态度 尤其是裁决司的恐怖手段 我虽然亲眼见过的不多 但也知道不少 叶红宇微嘲一笑 原来你这个书院弟子 居然也如此胆气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只要夫子不死 谁又能拿你如何 我当然明白 在这个世界上 永远是力量在说话 小师叔当年行走世间 西陵神殿连个屁都不敢放 便是这个道理 我比小师叔差得太多 但只要浩天道门无法压制书院 夫子依然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无论你们知道些什么 也只能装作不知道 就像我这个时候 一直在做的事情 因为谁都无法承担 真相被揭穿的后果 然后他微笑着继续说道 不过你不要指望 世界的现状 能够诱惑我承认什么 既然夫子不死 西陵神殿便拿我没有办法 我就更没有必要 来惹一身星山 但我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 将来夫子死后 我会在第一时间里 向世人证明你已入魔 然后杀死你 从荒原初十开始 你一直在说要杀我 结果呢 一直没有杀死我 反而你现在需要我的帮助 所以以后不要再说这种话 直接来做便是 还有一件事情 我的看法与你完全不同 我不认为老师会在我之前死 所以你永远无法证明 听着这番话 叶红瑜若有所思 沉默了很长时间 宁却站起身来 胆掉身上的落叶 向别居梅园外走去 走到梅园石门处 他忽然停下脚步说道 你哥 来长安城了 叶红瑜无语 看着他的背影 不可置信地说道 这些年里他一直不入唐进 怎么会忽然来了长安城 你问我 我问谁去 叶红瑜忽然细眉微调 看着他引怒说道 你为何现在才告诉我 宁却转过身来 看着他认真地说道 我现在是长安城的主人 叶红瑜 叶红瑜先生是客人 你也是客人 我没有必要告诉一位客人 这座城来了位新客人 哪怕你们是兄妹关系 告诉你是情分 不告诉你是本分 我这个时候 之所以愿意告诉你 只是想让你高兴高兴 算是一种贿赂罢了 贿赂我不要把你入魔的事实 告诉西灵 嘿 何必把人想得这般丑陋 就算你猜到些什么 告诉西灵 没有证据 能奈我何 叶红瑜看着他 肃然的神情 不由微正 说道 那你为何贿赂我 服尸 以武道修行者为禁士 即便是在挑战中 也不算违规 这是修行界的规矩 那么 你愿不愿意 屈尊做我的禁士 陪我一起去杀夏侯 你知道的 那位大将军 真不好 没有等他那个杀字出口 叶红瑜翻开手中的书卷 指头触到了那把小小的指剑 哎 商量一下 你这么生气做什么 宁却故作镇定地说了一句 然后匆匆奔出眉远 如黄黄之泉 长安城 是一座很有气质的雄城 南方的金风细雨 到了此间便会轻旷 北方的寒风冷雪 到了此间便会温柔 在别处低贱自卑 在此间能够自信起来 在别处骄傲自尽 在此间往往会变得田径平和 离开陶山的光明大神观 在这座城的某间铺中 做了半年的长工 支手罐传人耶稣 则开始在某间小道罐里 做起了宣教的道人 小道罐里 没有人知道耶稣的身份 主持道罐的受道人 还在记恨着那天宣教失败的画面 根本不想收留他 只不过耶稣拿出了 西陵神殿何准的道书 那受道人找不到任何理由 拒绝他居住此地 几句道罐可以不用出房钱 但耶稣也不想就这么住着 他平静而不容拒绝地 包揽了小道罐的宣教工作 第二天清晨便出了道罐 在周边的街巷店铺里散发传单 召唤街坊们来听自己讲述的道门真义 站在石阶之上 耶稣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他对西陵教典的讲述非常清晰 也非常无趣 诸如 好天 平等 仁慈 德福之类的词语 不时地出现 然而街坊们来得很少 走得很快 午后的秋日 小道罐门前冷清至极 几只麻雀在石阶下躲着布 低着头专注地寻找着食物 想要熬过接下来的那个注定熬不过去的寒冬 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石阶上站着人 所以也没有表现出害怕 耶稣低头 看着石阶下的那几只麻雀 觉得有些茫然 为什么长安城里的百姓 对浩天宣教如此不在意 紧接着他的心中又生出了很多的轻蔑 果然是一个无信者的国度 居然连自己讲的教义都无法理解 瘦道人端着一把面条走了出来 看着他脸上的神情 叹息说道 哎 虽然我我听听不太明白 但但但但大概能知道 你定是在西西西西西陵学过的 说说不定还去天医院游学过 不过宣宣教之事本来就不义 你不要有什么愧疚 耶稣面无表情地说道 对牛不可谈琴 我并不觉得愧疚 受道人与他见熟 不再像最开始那般 看着此人头顶的道计便莫名地敬畏 嘲笑说道 哎 牛不喝水 你你不能强按 你得想想想想想想些法子 耶稣微微粗眉 说道 这些人有什么资格让我费身 道人正色说道 哎 世间百姓都都是耗天的子民 他们都应该领受耗天的温暖 千万年前我道门的先祖在荒野辟乡之中传教 不不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 难道他们传传教之时也要看对方有有有没有资格 耶稣看着这个其貌不扬的道人忽然觉得此人的脸上流露出比西灵神官更坚定的神情 不由微微一震沉默了很长时间后说道 受教 受道人笑了笑 说道 哎 嘿嘿 哎 想不想 学学 咱咱 咱 咱嘛宣教 后天道门在世间诸国传播 根本用不着诸道观花费什么力气 任何子民自生下来那一刻开始便是西灵神殿的信徒 耶稣周游诸国十余年间眼中所见皆是如此 所以这几日他在街坊当中传教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沉怒之余也不禁有些不解 他粗眉说道 难道宣教还要讲究什么方法 嘿 按照惯常的方法 我们一般会在宣教之后分发食食物或者酒酒水 遇着节日便会组织街坊聚聚聚聚餐 如果经费比较充足那么去教访司分两位歌唱家过来唱唱唱 道歌效果肯定最最好 听着这话 耶稣勃然大怒 力声赤道 荒唐至极 宣教和其神圣之事 岂能变成利益交换 如此信教之人 何谈虔诚 受道人像看着白痴一样看着耶稣说道 浩浩天赐予人间一切 这便是对我们的恩赏 所以我们才会信奉浩天 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 你那么激动做什么 如果一点好处都没有 谁来信教 健习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